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政經關不了 在垃圾頭撿到了一份喜樂聯盟 進軍2020年總統府立法院的 證件說明的第一份文宣 就在現在各個黨 包括了國民黨 民進黨都在喬 什麼地區 誰要跟誰合作 誰要跟誰換票 用什麼樣的官位來籠絡小黨 或其他人之間的這個收買的動作的同時 沒有聽到這些政黨 包括其他小黨在內 提出任何的證件 也就是說沒有人要告訴我們 當家的陶家要憑什麼投票給你們 但是政經關不了 在垃圾頭撿到了第一份 喜樂島聯盟推出的重要證件 我們繼續往下跟各位朋友分享 重新設計年改 看高官補基層 年改我相信台灣人 包括了這些被砍的這些基層公務人員 基本上一開始是支持的 雖然砍到自己的荷包 心裡有點痛 但是如果能夠為台灣的這個 整個稅基跟台灣的財政結構有所幫助 我相信每個人是願意犧牲的 但是我們接著要講的是說 我們的政府浪費了多少公帑 不去節制 不去想改善的方法 卻要把這些公務人員 他們一生的辛勞從這個地方下手 大家就會覺得非常不值得 再加上年改設計出來的結果 發現竟然是高官繼續肥 基層被大砍 大家更是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斜藻聯盟的立場並不是反對年改 而是說要重新設計年改的結構 要去多看高官的年金 而去補助基層 讓基層的公務人員呢 能夠在退休的時候 有一個舒適的退休生活 應該說是有一個沒有後顧之憂的退休生活 所以這個年改呢 從斜藻的角度來看是一個徹底失敗的 必須要結構性的去調整 再來呢 推動陪審團制淘汰恐龍法官 司法改革曾經是在凱達格蘭大道上面 總統就職的時候 被打斷掌聲超過十次的 像一個重要的政策方向 四年過去了 司法改革在哪裡 法院一個一個笑話 司法人士的一個一個的弊案相繼出爐 我們的司法改革仍然是遙遙無期 所以邪樂島進立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 就是要推動陪審團制 淘汰恐龍法官 再來呢 邪樂島聯盟的一個中心思想之一 就是要去拆蔣介石同向 去除威權象征 在今天2019年邁向2020年 台灣不需要一個不公義的威權象征 先撲不論這個十大殺人魔王 蔣介石在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而我們要講的是邁向新的時代 不需要再去崇拜個人的崇拜 特別是蔣介石的同向這樣的威權象征 是舊時代的象征 應該告別舊時代 邪樂島聯盟清楚的接觸 要去蔣介石的這個同向 去除威權象征 邪樂島聯盟的另外一項重要的政見是 調查軍購弊案 揭開軍中黑幕 從這個2015年烈雷劍這個案子 這個Jeff大大爆料 這個一路走來 蔡英文總統當選之後呢 烈雷劍沒有徹查 結果呢就縱放了這些人 造成台灣的重大損失 而烈雷劍只是台灣軍購弊案的冰山之一角 1993年的隱清蜂命案 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軍購謀殺案 到現在已經經過了26年 國民黨放水 民進黨繼續放水 所以我們要說的是邪樂島 只要有立法委員進到立法院 一定會調查軍購弊案 揭開軍中黑幕 而喜樂島聯盟推出的總選候選人 絕對不會再把這件事情 封存在歷史的檔案中 另外呢就是推動雙語教育增強國際競爭 這是喜樂島聯盟重要的一個教育措施 要讓台灣的青年具有國際競爭力 所以呢必須要推動雙語教育 在國會殿堂 在這個政府的書信往來 在公文的往來 還有呢在民間 在教育方面 要徹底的投資雙語教育 好那我們再來看看呢 精簡國家機器政府少管閒事 這是台灣不管左派右政黨或者右派政黨呢 都沒有人敢喊出來的清楚的口號 事實上台灣需要一個小而美的精緻政府 不需要一年2.5兆的國家預算 然後去浪費 讓這些公務幫 讓這些高官 甚至像總統府 像國安局這些人 連稅這些菸的錢 他們都要A 所以要去精簡連能的政府 台灣的公務人員 真的不需要到40萬 重點在於用什麼樣的行政效率 當什麼樣的公僕 用什麼樣的心態來服務人民 再來就是推動稅制改革 檢討政府練財 中華民國萬萬稅 台灣人民洗洗稅 我想這是台灣人民非常沉痛的一件事情 每年繳了很多的稅 結果這些稅呢 去這個帽袋給台灣很多的企業 吸進大陸肉包子打狗 一去不回 還包括了各種的軍購 各種列雷劍 各種案子 你會發現說 從上到下 大家一起A錢 A走了台灣人民的血汗錢 包括了兆豐案 66億就這樣罰掉了 竟然董事會 10分鐘就簽了 就認了 我試想 不要說66億 6600塊的罰款 如果是一個超速罰單 你還會想去跟這個警察爭辯一下 或想辦法去讓這個罰單能夠降低 怎麼可能66億 10分鐘趙鋒跟財政部的官員 就慷慨的答應去罰66億呢 這中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想這是邪道聯盟進入立法院 還有進入這個行政機構 他必須要做的一件事情 再來呢 就是盤點超代企業 擴增富人稅收 金融大改革 是台灣現在面臨的重要的環節 金融不改革 就沒有轉型正義 也沒有公平正義 也沒有世代間的正義 也沒有階級正義 所以邪道聯盟的重點之一是 盤點超代企業 擴增富人稅收 不要再用各種的群貸關係 什麼進入總統府啦 進入哪邊去講啦 像列雷劍這樣的案子 從國民黨時代到民進黨時代 然後呢用很低的這個 貸款抵押的標的去貸很高的錢 最後雙手一攤 跑路 所有的這樣的跳票的錢呢 全部由人民來負擔 所以邪道聯盟強調 盤點超代企業擴增富人稅收 接下來邪道聯盟的一個重要的話題 大家聽好 台灣呢已經有清楚的民意指標 但是沒有人敢談這個話題 不管是民進黨或國民黨 刻意的要把它給模糊化 民進黨更不要講 因為蔡英文一個人的喜好 所以命令全黨跟著做 而民進黨的很多委員在私底下是 哀聲嘆氣怨聲連連 這就是同婚立法 習德島聯盟直球對決 100mine 161公里 我們也不怕得罪誰 一個清楚的政治人物 就要對自己的政見負責 就要說清楚講明白 所以習德島聯盟全力主張 暫緩同婚制度 社會對話優先 好PTT要洗版 歡迎去洗 這是邪道聯盟清楚的立場 再講一遍 暫緩同婚制度 社會對話優先 因為很重要 所以要講第三遍 暫緩同婚制度 社會對話優先 我們希望這個牽涉到人類倫理價值的重要核心 必須要讓社會有更多的對話 而不是用立法的方式強度觀山 我想這件事情 在社會大眾慢慢形成共識了解之後 自然會有一個讓雙方都接近滿意的社會制度 可以來保障雙方的權益 而不是用強度觀山 憑蔡英文個人的好惡 就去決定同婚立法 忽視了社會的對話 再來邪道聯盟要強調的是 落實轉型正義 追究犯罪責任 從陳文成命案 到這個林宅血案 到現在已經快接近30年40年 到現在為止 通通都乘風 讓這件事情呢 似乎永遠無法見天日 還有從我們的中正國小 中正國中 中正高中 中正大學 每個縣市都有好幾個中正路來看 台灣的轉型正義 從頭到尾都沒有執行 而且轉型正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要讓被害人跟社會大眾知道 加害人是誰 而且要加害人負相對的責任 這才是真正的轉型正義 所以邪道聯盟強調 落實轉型正義追究犯罪責任 還有讓全台灣人民過去四年 吐血的事情是 邪道聯盟希望追討不當黨產 找回社會公益 這件事情 從黨產放水 給互聯會放水 到管中民放水 這一路都是 蔡英文跟內政部管中民 自導自演的結果 所以邪道聯盟 進總統府 進立法院 一定會追討不當黨產 找回社會公益 如果你認同邪道聯盟的宗旨 接下來 歡迎大家一起加入邪道之友 一起做台灣的主人 請不詳優 請 不詳優 請不詳優 請 向下 請不詳優 請 眾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